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实践未解之谜 打开我们的实践宝典 藏毒的糖炒栗子 这藏毒的糖炒栗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各位就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秋季来临 栗子飘香 街头处处可见卖糖炒栗子的商贩和店铺 糖炒栗子成了这个时候销量巨大 但同时也是费闻最多的干股 而目前在微信和朋友圈 以及各大媒体中最火的 当属有关糖炒栗子三大传言 而今天我们就将针对有关糖炒栗子的传言排行榜 进行一次彻底调查 首先通过总结 我们得知现在关于栗子流传最广的三大传言就是 栗子栗氢传言 栗子唐金传言和栗子石辣传言 那么这些传言究竟哪些真哪些假呢 我们逐一进行验证 首先就是传言第一个 唐朝栗子栗氢传言 搜索指数四十二万六千次 众所周知 栗氢是建筑工地上常见的一种建筑材料 是一种防水防腐的工业材料 不少栗氢甚至是从石油中提取出来 这样的东西怎么会和能吃的栗子联系到一起呢 对此我们展开了深入调查 我们首先了解到 之所以有不少人认为 糖炒栗子是用栗氢炒出来的 是因为我们看到炒栗子的砂石又黑又光滑 而且炒出来的栗子各个油炼 再和栗氢的说法联系起来 看似也真的可疑了 那么炒栗子真的会和栗氢有关吗 我们尝试从街头炒制栗子的商贩 和栗子店铺处购买栗子砂石进行观察 发现虽然黑砂与栗氢颜色相似 但并没有栗氢特有的刺鼻气味 进一步搜索之后 我们发现炒栗子所用的砂石 并不是随处可见的 而是一种不会碎 而且很耐热的黑砂 而且这种黑砂表面光滑 只有用它来炒制栗子 栗子才能越炒越光滑 而普通砂石炒制的话 栗子则会变得布满划痕 非常难看 而且这种黑砂预热之后 再和栗子中融化的糖分结合 就会变得粘稠而且黑亮 这并不是添加了栗氢的原因 而之后我们再次利用真正的栗氢进行炒制栗子 发现栗氢自身含有很高的挥发性物质 如果在栗子中添加了栗氢 那么在受热炒制之后 我们将闻到刺鼻的气味 因此用栗氢炒制栗子 似乎并不可能 栗氢栗子传言 就此破解 紧接着就是第二大传言 糖炒栗子石蜡传言 搜索指数 十七万两千次 栗子的石蜡传言可谓由来已久 根据网上的说法 栗子想要炒到油光发亮 一个需要栗子本身质量好 另一个需要长时间的炒制工艺 非常费时 而一些商贩为了让栗子短时间内 达到油亮的效果 就会在里面添加液体石蜡 可是这石蜡真的能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吗 石蜡炒出来的栗子 又和我们平时吃的栗子 有多大的差距呢 我们之后就进行一个实验 我们准备了一份真正的液体石蜡 并用它炒制了一份栗子 并与普通栗子进行对比 我们往黑砂中加入石蜡 然后炒制栗子 让我们惊奇的是 栗子不用加入其他任何东西 立刻就会变得非常光亮 放在一堆栗子里 唯独石蜡炒出的最光亮 样子非常诱人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们可就难免被它唬住了 那么我们如果买到了这样的栗子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液体石蜡一旦入口 是不能被人体吸收的 会长期地滞留在人体内 甚至会引发严重的肠道疾病 因此在食物中是严禁添加的 那么面对这种石蜡栗子 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其实鉴别石蜡栗子是有窍门的 而且是您意想不到的简单 通过一个牛皮纸袋就可以做到了 石蜡栗子和正常的油糖炒的栗子 最大的一个区别是 油糖炒的栗子放在纸袋里 会油渍从纸袋里面渗出来 而石蜡炒的栗子放到纸袋里 是不会有任何的油渍从直达渗出来的 石蜡栗子的辨别您学会了吗 那么接下来就是唐朝栗子的最后一个传言 也就是栗子的唐经传言 而有关于这个传言的搜索指数 也是最高的 竟然达到了48万9千个 而这段传言还要从目前网上被疯狂转发的一段视频说起 近日网上流传一个视频 有人偷拍到有炒栗子的商贩 在栗子中添加一种粘稠液体进行炒制 而且我们身边的不少店家 都会加入类似的粘稠液体炒制 炒出的栗子光亮油滑而且特别的甜 于是有不少人猜测这是唐经造成 那么这种说法又是真的吗 我们通过市长调查发现 的确有的店铺是用这种类似唐锡的东西炒制唐朝栗子 那么这样炒出来的粒子 真的是含有糖精的吗 我们首先买和了一份用这种液体炒出的粒子 并且用糖精钠检测试质进行检测 但结果发现底液没有发生任何变色 说明并没有添加糖精钠的成分 那么如果这种粘稠的液体不是糖精钠 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市面上又是不是真的存在所谓的糖精粒子 我们再次找到了专家进行检测 从这份粒子的外观和质感来看 我们可以判断它不是糖精炒的粒子 而商家所加入的这个粘稠液体呢 是一种糖浆 糖浆其实是糖和水调和而成的 用它代替白糖了 可让粒子更入味 这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市场上到底是否存在糖精粒子呢 糖精是一种食品添加剂 它的甜度是白砂糖的300到500倍 用糖精来炒粒子的确可以降低成本 所以确实有些不法商办会用糖精来代替白糖来炒粒子 但是糖精钠是不会被人体吸收的 长期使用会增加人体的干涉负担 使用锅料还会诱发干涉功能衰竭 甚至引起癌症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碰上了糖精炒制的粒子 又该怎么办呢 糖精粒子和普通粒子 我们又该怎么分辨呢 如果大家担心买到糖精粒子 在这我也教大家两个小方法来鉴别 一个是摸 一个是长 首先是摸 我们可以摸摸粒子的表面 正常的粒子表面是粘手的 而糖精粒子由于添加比较少 表面是不粘手的 其次我们可以填一填粒子的表面 正常的粒子表里一样甜 而糖精粒子表面甜得发苦 而肉质却不甜 有关粒子的三大传言全部破解 您了解了吗 有关于这个粒子的三大传言 我们都一一地给大家进行讲解了 这按照道理来说 这说完了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得品尝一下 但是在吃之前 吃之前 这儿有 对 您答我的问题 说糖炒粒子在我面前呢 有这两种 一种是这个没开口的 看到没有 另外一种呢 是开了口的 如果要让你们选择 你们会选择这个 没开口的还是开了口的 肯定是选那个开了口的呀 开了口的好包 终于我跟李然意见相同了呀 一定要买开口的 咱们不吃亏 你要买那不开口的 你买回去以后 万一是空的呢 硬的呢 瘪的呢 我就不会去买那种开口的 因为我觉得开口的不卫生 我到底开口的好 还是不开口的好呢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各位就让我们一起实践 出真知 糖炒栗子 吃开口的 还是不开口的呢 有人说 开口的栗子更入味 个头大 皮更薄 而且从外面就能看出 里面的肉多肉少 买开口的更划算 但也有人说 开口的栗子会被污染 脏东西都进到了栗子里 再吃下去 就会对人体有极大的影响 那么 开口的栗子 真的像人们怀疑的那样 这么容易被污染啊 我们这就用一个实验 来为您揭晓 首先我们用彩色沙子 模拟日常户外的风沙情况 再用最常见的糖浆 炒制了一份栗子 没多一会儿 蘸了糖浆的栗子和黑沙 开始变得粘稠 这时我们从距离过 一米左右的地方 将彩色沙子轻轻吹出 飞舞的沙子 立刻就附着在了粘稠的栗子上 如果在稍加翻炒 打开栗子壳就会发现 不仅是栗子表面 就连开口栗子里面 也是秘密的沙尘 这污染程度 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沙尘污染 还不是最严重的 还有一点更为可怕 那就是糖炒栗子的糖浆和黑沙 是不经常更换 红一皮黑沙 不停地加糖浆炒制 就会导致糖浆糊化 而糊化的糖浆 就会导致致癌物增加 十倍到二十倍 而开口粒子同样会使 粒子肉沾染这些致癌物质 所以在大家购买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购买 这些开口的粒子 大家都记住了 要吃就吃那种没有开口的 我虽然觉得 这个不开口的粒子是好的 但是我也有了烦恼 比如说这个不开口的 它就很难包 伤手伤肢的 在我们生活当中 能不能找到健康安全 好吃又好包的糖炒栗子呢 我们接下来 请出我们的实践顾问 庞然老师有请 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一种方法 无论这粒子开口不开口 都能保证到安全卫生 我们用微波炉来做糖炒栗子 用微波炉做这个糖炒栗子 这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而且用微波炉做糖炒栗子 我们可以有效地控制它的温度和时间 控制它的热度 这样减少了糖的糊化致癌的这些风险 光说不练这是假把式 你就带着那个吃的一直没停的这个呀 在现场给我们示范一下 没问题 来 现场就教大家用微波炉做糖炒栗子 好的 第一件事咱们拿刀 把栗子切一个十字口 切完口之后咱们把栗子了 一般我们要泡在清水里泡一会儿 泡个十分钟左右 把栗子放到保鲜盒里面 这是蜂蜜 蜂蜂蜜 为什么咱们让栗子甜 咱们在家就不用割糖了 然后咱们再割点清水 干上盖 在这提醒大家 这有一个气孔要打开 因为放到微波炉里加热 容易爆炸 容易爆炸 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 已经调成高火了 高火 然后咱们一般是三分钟 三分钟就行了呀 那看来自个家里也能做糖炒栗子 把栗子拿出来 怎么样 开口了吗 你看 咱们看一下栗子都开口了 请大伙尝尝去吧 好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 我这个外格你能学会 我觉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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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栗子我跟你说 不仅可以当零食吃 还可以做菜 对 栗子本身跟药价值非常丰富 还有很多的微生素 它不仅可以做零食 可以做主食以外 还可以做菜 当它跟肉一起做了 它可以 栗子本身可以吸收肉的油脂 同时这个油呢 又可以把栗子紧熟 让栗子本身有个油的 这种肉的味道 非常香 同时这个栗子跟肉一起做啊 还可以增加我们人体的饱腹感 对我们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这说着说着我们这嘴都馋了啊 只念口水 这栗子还能做什么菜呢 各位就让我们一起实践 抽身汁 栗子与肉搭配 究竟能做出什么样的秋季美食呢 我们请到五星级饭店大厨 李子峰为您揭晓 今天我教给大家一道菜呢 是秋天降温时最适合滋补身体的一道菜 叫栗子红烧肉 栗子红烧肉 别看这名字听起来也是红烧肉 但是这道菜 从肉的处理到之后的上色入味 再到熟成 都和我们平时吃的红烧肉不大一样 首先 您吃过砂锅做的红烧肉吗 砂锅炖肉 肉汁原本保留 炖出的五花肉入口即化 而且不见一点油腥 肥而不腻 当之无愧 其次 这不炒糖色 并且用姜和红糖做的红烧肉 您有见过吗 秋季降温 生姜驱寒还去腥 红糖带地糖色 热量低不说 更能补气补血 加上栗子的养生功效 这栗子红烧肉 就可谓是当之无愧的 秋季补应美食了 但是这栗子红烧肉又该怎么做呢 我们还是请李子峰来为我们揭晓 首先我们处理肉的方法就不一样 普通的红烧肉都是先焯水之后炒制 但是肉在焯水的时候 肉质就会变硬 营养也就会流失 所以我们今天要采用浸泡腌制去腥的方法 我们把五花肉切块之后 放在清水里浸泡一小时 之后就会明显看到 肉里的脏东西吸出到了清水里 水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 之后我们将处理好的肉捞出来 瀝干 用大量的生姜腌制去腥 秋天的姜是对抗降温的好东西 但是吃姜也是有讲究的 因为姜的肉是可以去含的 但是姜皮却是含性的 所以我们要把生姜去皮后再用 之后我们把去皮的生姜片和白酒 加入到肉中 把这个肉去腥 再加入酱油 提前上色腌制15分钟 这样我们的肉就处理好了 之后就是板栗的处理了 生板栗最麻烦的就是去皮和去膜 而对于这些 李大厨也有高招 我们将板栗滑一个口 放到水中加入半勺盐 煮至5分钟之后提前入味 然后我们将栗子捞出 放到冷水中浸泡10分钟 这样栗子就会非常入味 而且皮非常好包 而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特殊的做红烧肉的方法了 我们今天红烧肉不用油 而且用的是砂锅 这样受热均匀 而且做出来的更加软烂 首先为了让肉里的油脂减少 我们还是按照传统方法 用炒锅将5排肉断生 去掉多余的油脂 之后就要用到砂锅进行制作了 为了防止粘锅进一步取腥 我们将砂锅底部 垫上一层去皮的姜片 之后我们放入炒好的红烧肉 然后用红糖上色 我们用红糖代替白糖 在秋季降温的时候 对防寒防感冒有着良好的效果 而且不用炒至也可以轻松的上色 而调味则更是简单了 我们只要加入酱油和料酒提鲜去腥 加入没过肉的水 之后就是最重要的 栗子加入了 为了让栗子和肉同时成熟 并且让栗子充分地吸收肉中的油和香味 我们一定要等到肉煮了15分钟之后 开始出油的时候 我们再把栗子放到肉里 为了搭配营养口味 我们还可以再加入一些 配菜用的焦白和胡萝卜 之后我们盖上盖子 小火焖至10分钟 这样你就会发现 肉里的油全被栗子吸收了 最后我们加盐收汁 这样栗子红烧肉就轻松完成了 吃完了栗子 接下来我们打开实践宝典 了解下一个实践未解之谜 出白沫的红枣 这红枣怎么还会出白沫呢 这得了解一下 各位就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枝 秋季吃枣 是我国历来的传统 但是目前网上一条新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按照新闻中的说法 红枣在下锅煮制的时候 竟然出现了大量白色泡沫 厚厚一层不容易水 这让这位市民对着大红枣 望而却步 根本不敢再吃了 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 我们又买回了市面上常见的四种红枣 进行煮制实验 发现其中两种能煮出白沫 而两种红枣却煮不出白沫 那么出白沫与不出白沫的红枣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差别呢 红枣出白沫的原因又究竟是什么呢 进一步搜索之后 我们发现一种说法是 为了让红枣更好看 所以红枣是被打烂了 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再次进行实验 我们买来了一种事先实验过 不会出白沫的红枣 首先用液体石浪进行抛光打烂 之后煮制 却煮不出白沫 红枣出白沫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求助现场的专家 那究竟这个红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出白沫的状况呢 庞老师 其实这红枣出白沫是种自然现象 红枣大家都知道 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 包括生物碱 这些生物碱氨基酸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好处的 一旦把这个枣放到水里煮 这些氨基酸和生物碱就会吸出来 溶解到水里头 就会形成所谓的这些白沫的现象 但是我们之前有做过这个实验 但有的枣会出白沫 有的枣它不会出白沫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没错 就是不同的枣的品种不一样 它所富含的氨基酸和生物碱的含量不一样 有的含的比较多 一下是白沫比较多 有的比较少 在沫子比较少 甚至于有的根本就看不见 所以说我们还真得挑这个土白沫的红枣吃了 对 我跟你说 这枣啊 还不仅仅只能说这个红枣 这不还有刚上市的这个冬枣 冬枣很多人这个爱吃 口感脆甜脆甜的 对对对 非常的好 是的 而且啊 这中医养生讲究什么不时不时 现在正好下来这个冬枣 对 但有些人就说不能吃啊 这有问题 为什么 有的人就有顾虑 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顾虑呢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就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现在这冬枣刚上市 我觉得特新鲜特别好 我就买了点回家 结果一买回家我就发现问题了 首先这个枣呀特别甜 甜的都有点发苦了 而且一般的枣呀 它都是从里往外甜 但是这个枣呢 它外面比里面甜 我就觉得有问题了 而且味道只是一个方面 这冬枣的颜色 却发生了更奇怪的变化 这个季节呀 我看了好几家 冬枣都是有青有红的 唯独我买的这家 它全是红的 按说这个冬枣呀 应该是挺耐储存的 但是我买的这个枣 拿回家只放了一天 结果就变得更红了 而且红的有点发黑 而且这个枣呀 有的地方我用手一按 它都有点变烂了 这么不耐方 我就觉得有问题 那么这种冬枣 外表过一天就变红 而且还会快速溃烂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此我们立刻找到专家询问 冬枣一天就变红 而且快速腐烂 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它是被人用种危险的手段 做过手脚的 而伤患用来做手脚的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份粉末 一旦用了它 别说红枣 就是青枣也能快速变红 而且能够油酸变甜 这样商贩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了 一点粉末 就能让青枣快速变红 这种事情真的有可能吗 我们也按照专家的方法 进行了实验 我们将市场买到的 青色冬枣分成两堆 一堆进行实验 一堆用于对比 首先将湿剂加入热水中 浸泡清枣 果然发现 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 之前完全青色的枣子 竟然真的快速变红了 甚至吃起来 也有了些些的甜味 和另一半没有泡果的对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且我们仔细观察 甚至有不少浸泡果的冬枣 由于浸泡时 与市体接触不均匀 出现了一道明显的痕迹 浸泡果的地方是红色 而没有浸泡时是青色 枣子上青下红 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效果 可想而知 这世纪的威力 而接下来 我们又对两堆冬枣 进行了放置实验 发现仅仅一天的时间 浸泡果的枣子 已经开始有了腐烂的坑 而另一堆青色冬枣 却完全没有变化 这现下 简直和观众买的枣 一模一样 那么专家拿出的 这种神秘的试剂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再次询问专家 其实这就是糖精纳 糖精纳加入热水 就可以迅速地催熟冬枣 另外可以增加冬枣的甜度 这就是伤患常用的剂量 同时糖精纳对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长期地服用糖精过量的食品 就会损害人体的干肾功能和神经系统 特别是对于排毒能力 较差了老人 小孩和孕妇 这种危害就更为明显 另外国家也有明文规定 新鲜的水果中 是不允许添加糖精纳的 那么糖精冬枣 又要怎么辨别呢 其实辨别起来非常简单 只要掌握以下三点就可以了 第一是看 正常冬枣表面清红 没有明显的边界 而糖精枣则清红边界分明 而且正常的冬枣表面是光滑而且坚硬的 而糖精枣表面摸起来有些黏 比正常大枣要软 第二是肠 用舌尖清甜枣的外皮 正常冬枣里外甜度是一样的 而糖精枣只有表皮甜 甚至稍微有点苦 第三是放置正常冬枣在阴凉干燥的环境中 放置一两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糖精枣由于被紧泡过 所以急易腐烂 有关冬枣的那些事 您了解了吗 现在大家也都已经学会各种枣的挑选了 你看我都已经开始吃了 大家也放心吃吧 但是我们单独吃这个枣 吃习惯了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吃吗 当然了 你这就说到点子上了 红枣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这个糕点呢 比如说红枣糕 那个每天都排队啊 好多人买 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吃 各位 但是推荐大家在家里做 外面呢 你买的呢 有可能会放很多的添加剂 所以最好是在家里做 破真价实还保安全 对不对 你想想看你吃的这个红枣糕 40%是红枣 这想起来都过瘾了 破真价实啊 那当然了 各位 接下来就把这做的方法 教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实践出镜举 说起这破真价实的养颜红枣糕 和外面卖的到底有多不同 我们还是要先来对比一下 先看这面的质感 外面卖的枣糕 由于放置时间长 往往是又硬又干 用手一搓就掉渣 而我们自己做的 现做现吃 用手一按 绵软回弹 轻轻掰开 要是能拉丝的松软 这种口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更难得的是 外面买的枣糕添加起众多 而我们自己做 材料可谓简单到了极致 过多的糖 油 我们一概不用 就用实实在在的大红枣 全部代替 做出的枣糕上 更是有这一层红枣 这是不是真正的货真价实呢 最难得的是这做法 烤箱装容咱们都不用 就用一个电饭锅 松软的枣糕 我们轻松做出来 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那么接下来 就继续跟着我们的 五星级大厨李子宫 来进行操作吧 为了保证红枣的营养 我们把两小碗的红枣去盒 上锅蒸20分钟时间 用搅拌机打成枣泥 这样就可以处理其他原料了 要想让这个枣糕蓬松起来 使用酵母是一个关键 怎么能让酵母发挥的最好呢 其实这个秘诀呢 就是温度 我们在制作红枣糕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到的是温水 我们把手放在水里 感觉到温暖不烫手 这个温度下 酵母才是活性最好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的枣糕 很好的涨发 吃起来口感蓬松 而且绵软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制 蒸制枣糕用的面糊 在大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搅出泡沫 这些泡沫能进一步增加 枣糕的松软口感 然后就要加入 最重要的枣泥了 之后呢 我们加入这个四大勺枣泥 这个枣泥呢 就可以替代糖和添加剂的 口感和味道了 最后加入面粉 这样继续搅 如果觉得面糊太干了 就继续用之前调好的温水 慢慢进行调制 这个面糊调的技巧 太干了呢 会导致枣糕开裂 口感不好 太稀了呢 这个枣糕是发不起来的 所以我们要一边加温水 一边搅拌 搅拌到这个面糊提起来以后 它不会断掉 然后掉盆里之后没有痕迹 这样呢 我们的面糊吸收度是最合适的 我们的面糊就做好了 而最后一步就是最重要的 糟糕的蒸制成型了 最后这个蒸制的环节呢 是最最简单的 就用咱们家里都有的电饭锅 里面涂一点点油 保证它不粘 然后倒上面糊 在面糊的上面撒着厚厚的红枣汁 加热20分钟后 我们不要着急把盖子打开 再焖上5分钟 这样我们养盐红枣糕就大功告成了 如此简单的枣糕制作 您学会了吗 品味求真实 实践出真知 提醒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随时随地看电视 感谢优酷王 土豆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记忆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二 还有更精彩的话题和讨论内容 鉴定将未能